我们现在开始讲解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观修方法第23集 今日讲的题目是以金刚经口诀破除不断轮回的命运 因为其实我们被某一种东西 即是自己的业力和四周围你和所有众生和环境互动的业力 其实是一起好像网罗 大家都被网住了在里面 你亦是因为这样走不掉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运用金刚经的口诀 去摆脱这些共业和环境对我们的纠缠 令到我可以独自在这里脱离了 成了佛再回来救他们 比起大家一起在网罗里面会更好 今天就会讲这个题目 我们会再继续用释迦牟尼佛的真实个案作为一个举例 看怎样在日常生活里面 套用金刚经的修行方法和口诀 再配合修行程序来达至脱离轮回甚至成佛的目标 佛成佛后仍然有十种果报 在佛说兴起行经又名言成素缘经卷上里面 就有讲一个个案 佛患被痛 佛说被痛素缘经第五就会有讲到 我今次就会用回他的原文 文言文写出来 就不会再翻译白话文给你们看 直接用原文解释给你们听 希望更加清晰 文如是 即是说 阿南尊者根据当日的记忆说出来 一时佛在阿诺大全 当时佛在阿诺大全里面 与大比丘五百人聚 即是说 古代说的五百人 即是很多人超过五百人 不过他会用五百来代表几百这个数目字 皆是罗汉 全部都是成就了的罗汉 即是他今日讲的东西仍然是非常重要 只有罗汉才可以听 为什么 因为如果释迦牟尼 佛讲的一些个案 超过了阿罗汉 他们只可以看到五百世的经历 如果超过的时候 普通的众生很难理解 所以他特别只讲解给阿罗汉听 这些阿罗汉巨族六通神族 他们是有神通 他们更加容易理解释迦牟尼佛的讲解什么和前因后果 所以当时的聚会只准阿罗汉参加 除了维除一比丘阿南也 因为阿南当时还未成阿罗汉 所以除他之外 全部已成了阿罗汉 往昔久远是时于罗月旗 在罗月旗城里面 释迦牟尼佛说在很久以前 在罗月旗城里面发生一件事 当时是大节日 大家一起聚会 当时在国家里面有两位立士 立士集是好像日本做相扑斗笠的立士一样 一位属于差地立种 他是属于这个种姓 因为在印度他们分种姓阶级 另外一位立士是婆罗门种 他们两位在会上要举行一个比赛 就是一场相扑比赛 婆罗门立士和差地立立士两位牵涉在里面 这个婆罗门立士就跟差地立立士说 待会你和我相扑斗笠的时候 记着你不要胜出 你不要扑我扑得那么厉害 我当大雨清钱宝 我会大大酬劳给你 我会给你一大笔钱做酬劳 他的目标是贿赂 贿赂他 大家一起作假 欺骗所有观礼和看比赛的人 我们一起欺骗他 你不要尽力和我斗 等我胜出 我胜出就给你一笔钱 其实他们两位都犯了一条欺骗公众罪 这位差地立立士很听话 不尽力 戏令其屈服也 于是大家一起作戏 结果是怎样呢 这位差地立立士假装不够婆罗门立士打 就打输了 于是二人聚的称 打得很精彩 做假做得很精彩 令到所有看的观众都在赞赏两位真是打得精彩 不过婆罗门立士就胜出 接受王赏 国王都是观众之一 因为是整个国家的大节日 这个比赛是整个国家的重头戏 是每一年的重头戏 国王都会来观看 每一位都想在这个比赛胜出 要怎样才可胜出呢 如果你觉得对手很厉害 自己想一定会输 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胜出 除了自己加紧练习比他优胜之外 另一方法就是贿赂 这个婆罗门立士选了贿赂 结果他真是胜出 但胜出之后 这个婆罗门立士竟不报差地立立所许 他竟然对这位差地立立士许下的诺言没有遵守 他没有给他一笔钱 及时言没有给他 这个重大节日是每年举办一次 于是第二年又有这个节日出现 于是大家又要上台比赛 不是顶级高手是不可以在重要节日即在国王面前比赛 这两位高手就是婆罗门立士和差地立立士又要一起比赛 于是父求守差地立立士如前相许 这位婆罗门立士就好像第一次这样 又跟这位差地立立士说 同一样的诺言 你今次在败给我 你败给我做一场好戏 我今次真的会给你一大笔钱 又在贿赂 这位差地立立士又答应他 于是不尽力和他打 令到这位婆罗门立士又胜出 通常他们是有奖金 胜出的一位奖金当然是很多 败的一方都有安慰奖 当然是很少 得赏如上 大家各自都有赏赐 父不相报 这位婆罗门立士竟然又是这样差 又欺骗这位差地立立士 又不给他钱 即使不会特别暗地里再给他一笔贿赂款项 没有给他 如是至三 如此重复了三次 都是这样欺骗他 你们看 这位婆罗门立士是为轻视承诺 又生起贪念 又吝啬 欺骗人后 取得利益后 又不还给别人 你很明显看到他是执着我相 以自我为中心 我的利益是最好 所以他是执着我们佛教教做 释迦牟尼佛叫做执着于我相 相及相状 意念 见解 和你们的一些行为 城市都包括在内 你执着一种自我的行为城市 就是能欺骗就欺骗 亦都执着人相 人相是和所有人互动的时候 我很执着住如果有很多人一起来看我比赛的时候 我一定要在所有人面前胜出 我不可以输 我输了就给所有人耻笑 他很紧张别人对他的看法 其实很多时我们都输在这里 就算我不是很吝啬 我又不贪财 什么都放得下 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很好 假设你是这样 就算你不执着我相 但你一定会执着人相 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时常和人互动 互动的时候 我很紧张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结果就做了别人对我们看法的努力 于是别人怎样看我 我就怎样做 于是我就将自己所有能力获出去 都是为了取悦于获得其他人的赞赏 这样就变相做了别人的奴隶 得到别人称赞就非常开心 但别人批评你就不高兴 这样就做了奴隶 这样就叫做执着人相 众生相更严重 你连动物、恶鬼道或天界、地狱道所有的众生 你和他们互动的时候 你对他们都会一样产生一种执着 很介意他们对你的看法 或在他们身上想获得利益 诸如此类 什么叫受者相 有一个国王 国王是有权威、高人一等的人 我们都叫受者相 是一样高你一等、高人一等 你很执着这个国王对你的看法 你要在国王面前胜出这场比赛 所以他有四个所有我们为什么要轮回 所因为执着的东西他都有 他没有任何惭愧之心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会不断重复又重复发生 第一次找几口生病忘记了 忘记给你汇款 但第二次见他 完了之后亦没有给他 三次都是这样 证明他不可再抵赖 没有时间给他钱 或我又再病了 忘记再给他钱 他竟然没有惭愧之心 也没有向他道歉 反而继续使用同一手法 并无任何羞耻之心 其实我们如果有任何羞耻之心 是好事 你不要以为有什么好 我们为什么要羞耻 羞耻之心代表是一种决性 他是决性升起之前的前身 即是说如果你有羞耻之心 你会想 我是不是真是做得出这件事 你就会有决性升起 决性就会有一个提醒和帮助你 不要继续做这种行为 令你将来不会凄惨受暴 因为你种任何的因都会有任何果报 但他没有 他没有是代表什么呢 执着坚固即是坚硬的 非常严重这种执着 这个是代表什么 他将会生生世世都被受这种行为 成事和执着害死他 在印度是有份四类种性 我们现在解释为什么 这位差地利被别人欺骗一次又一次都答应 是不是他特别愚蠢 不是的 原来是和种性有关 在印度是有种性制度 是他的社会体系 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婆罗门 婆罗门种性代表祭司与教师 例如做上师教人佛法 这些都属于婆罗门种性 是属于最高级别 你想 如果你上师吩咐你做事 例如差地利即是士兵 统治者 都是高级 但仍然是低婆罗门一级 你低人一等 比你高一等的人跟你说 给你一笔钱 我们打一场价比赛 你听不听他说呢 其实你是因为贪钱 所以听他说的去做 亦或是害怕这个婆罗门 例如他是你的上师 如果不服从上师 后果是很严重 例如是这样 又或者是另一种宗教 他是祭司 高高在上 你不服从他会后果很严重 你会害怕 你就会设服他的权威之下 你就会答应和他作嫁 第三类是费舍 费舍即普通劳动者 商人 農人 工匠 这些就称为费舍种姓 是第三级 第四级是守陀螺 是属于奴隶 你觉得奴隶很悲惨 但并不是 还有一个更惨 是连这四种种姓阶级 亦没有资格做 你只能够被称作贱民 贱民是这四种种姓之外的最差 世世代代都一定 你的子孙都要从事这污秽的工作 譬如处理尸体 收集垃圾 清除排泄物 屠杀动物 皮革处理等等 最污秽的工作都会要做 而且是世世代代不断继续做下去 没有的改变 他们的种姓是没有的升级 你是这种类别是没有的改变 虽然这个婆罗门利是这样高级和做了祭司 可能他是有一些力量 或可能在知识上有这种力量 他会有什么果报呢 会否因为他是高级别 所以果报会少 当然不会 是一样 业力是平等 根据佛说善恶因果经说 如果你前世很贪心又吝啬 今生就会是贫穷 他的下一世或很多生都会很贫穷 今生如果你很贪心 你很大机会前世为狗 犯了贪心 贪财永远不满足是你的性格 你所求会变成很多都不能如意 因为你贪得无厌 因为你有很多总会贪不到 于是你就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发生 自己就变得很烦躁不安 如果你今生爱说谎话 你死后会掉在什么地方 一个叫铁针地狱 针着自己的口很痛苦 如果你时常讲大话 犯妄语经常被人诽谤和欺骗 同时为人会愚蠢 愚痴很多事情都想不通 不明白一些道理的来龙去脉 你死后会做些什么 像猪牛羊水牛 诗文字蚂蚁这些 根据这本经是这样说 如果你幸运有些善报 又种了些善音 于是你做了人之后 仍然会得到耳聋 眼盲 口哑 肢体不全 驼背 可不能接受佛法 你一听到佛法就会很不耐烦 而不想听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算你很有智慧 读书很强 结果 到最后你始终都会堕入不接受佛法这种情况 将来你想提升意很困难 因为没有最高的智慧来带引你 启动不到决性是所以不能提升 即使是局限了某一个位置 即使说你前世吝啬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为人还会怎样 很骄傲 觉得自己很强 就会骄傲 又会轻视别人 就算有福报 为人很聪明 因为骄傲和轻视人 觉得每个人都是蠢才 都是低我一级 很容易欺骗 你就会出现这些现象 你死了之后就会怎样呢 凡出现这种毛病 譬如我今生觉得自己很强和骄傲 厉害过所有人和轻视所有人 你死后的果报是做屎虫 糞虫 做骆驼 驴仔 狗和马 如果你有福报身为人 只能做别人的奴仆奴 或者你很贫穷做乞丐 都给别人清贱 所以你们要留意 如果你今生好有能力 不要骄傲和觉得所有人都是愚蠢 应该要怎样 觉得所有人都是平等 他一时间没有想到 如果我能够帮到他就好 反而你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 你的果报就会好 前世骄傲轻视人 今生出身下贱 如果今生出身下贱 你就要知道你前生犯过什么 有一些人不相信轮回 他觉得是某些原因发生 不相信 其实是因为他能力有限 尤其在智慧方面有限 无法见到和无法理解 有些人有神通和修得好 或他很有智慧读了很多佛经 想一想和用推理方式 很快就明白这些道理 他们是会相信因果 但通常不相信因果的人 他又看不到又没有神通 又没有能力见到过去和未来 又不可以和灵界沟通 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他就不相信 他觉得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无法理解 不知道如果摆脱不到这些局限 其实你就要继续轮回 亦不相信因与果 其实是很容易相信 你读书情历 别人就会说你读书情历 你的果报应该是成绩很好 或考第一 但为什么会失败呢 是因为很多其他因和缘的局限 影响你的成果 例如 考试时你生病 考试期间你病倒 读书后忘记内容 又或者考试场地很混乱 令你心不在焉 又或者考试当日你肚痛 诸如此类 你发觉有很多因素影响你 又或者平时上堂教你的老师 换了别人 叫的不好 令你不满意 都会令你成绩差 原来不是你情历就一定得到好成绩 你会说即是没有因果 不是 其实这才是因果 可解 释迦牟尼佛说你以往所种的因 不是单一方面去报 譬如这个因是情历读书 于是你的报就考第一 或者很厉害成绩高 而是你会随着其他的因 很多的因重叠一起 饿的因又有 不是太饿的因都有 是一起来报 可能是这样 你考试的时候就肚子痛 所以真正的因果是要配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原来很多的善因 恶因重叠起来一起报 第二个原来你的因如果不够力 就会给其他的因加差在内 有其他很多因和缘一起产生 你又要配合其他的缘 譬如地理环境 当时你生活的环境 诸如此类配合 于是就成为你最后果报的成绩表 所以因果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一对一 可能是很多重叠一起 再配合其他的缘所产生的果 这才是你的成绩 这就叫因果 所以 如果你要学得懂佛法 听得明佛法 你要很有智慧 是要很有能力的人 即是你以前要很有福报 很有能力的人 才学到佛和听得懂 同时会相信 一般人是学不懂 亦不相信 为什么 没有这个福报和能力 甚至因果它是用单一来对 它不懂因果是几重因加几重缘合并 才叫果报 它是不明白 稍后我再讲下去 你会觉得因果更加高层次 我们现在看 这个个案发展下去会怎样 婆罗门历史将来的果报已有 但差地利历史呢 差地利究竟做了什么令到他将来很惨 原来又第四一次聚会和比赛 婆罗门历史又重视 顾忌 他觉得自己是高级种姓的人 我是祭司 是你上师 或所有人的上师 诸如此类 我这样高级 我现在告诉给你知道 我真是会赏赐你 如果你能够好像之前听我说 打输这场比赛 我一定给你酬劳 我一起报 当一时病 我之前欠你的三次会和今次 全部一次给你 这样欺骗他 他想这个差地利很贪钱 第一 畏惧于我的种姓和权利 第二 我欠你三次钱 他应该很希望取回 如果今次他有胆子不听我说话 就连之前的三次和今次的钱都没有 如果今次你听我说 今次和前三次的钱都会有 这个婆罗门历史其实是弄什么把戏呢 叫做一种轨迹 心迹 心里面的一种计谋 在想我一直欠下去 每年都有这种比赛 没有理由第五 第六 第七年或往后的年都输给你 只得第一年胜出 或第一至三年胜出 都不可以 我要一直胜出直至退休 不再比赛才可停止 他想如果给了他 他会越来越多钱 这位差地利如果有这么多钱 下次可能不和我合作 只要我一直欠下去 他为了要取回之前的钱 我一直欺骗他 说今次和上次的钱一起给他 他就被迫要听我的说话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给他钱 亦一直欺骗他 但这个差地利又这样想 他不是蠢的 这个人欺骗了我数次 都不会补偿我的损失 现在又想欺骗我这一份 本来我比他强 应该是我胜出 你是当祭司 很少劳动肢体和不做运动 我是士兵 做惯运动 我一定打赢你 还有一件事 我输了会影响整个族群 影响整个差地利历史阶层 整个差地利种姓阶层都会受到别人轻视 原来婆罗门种姓是高级些 连用力比赛相扑都会胜出 会胜出其他种姓的人 于是差地利觉得整个阶级种姓被屈辱 所以他觉得我被屈辱 被欺压 被欺骗 这个人实在太可恶 他在想 我今日当时其消 他说 今日要这个人消失 他起了杀心 消失即是起了一个很憎恨的心 很鸟怒 亦都很恨这个人 还起了杀心 想杀了他 还起了愚痴心 愚蠢的人才会这样做 愚蠢的人才会这样做 但他就是做了 所以后来结局比婆罗门历势惨 暴富心 他要暴富 他要暴富 他执着什么啊 他执着住好像金刚经所说 自我的一个形象和自我的一个保护心态 叫我相 与人互动 他开罪我 我要暴富这种心态 众生像即是这种心态不论对任何阶层都一样会做 因为这个是他的行为成事 就算涉及神 鬼 地狱 畜生 只要他觉得这位众生是欺骗他 令他屈辱 他都会暴富 这个就牵涉众生像 受者相即是就算这个人高他一等 譬如这个婆罗门高他一等 他都一样会报仇 这个他同时执着金刚经所说 四种所有人都很容易会犯的一些执着 而牵引了他自己的行为就会去做 他会做什么呢 于是这个差地利干笑几声 干笑的意思是用很轻视和一种态度对婆罗门说 轻狂我满三 你已经欺骗我三次 今不复用轻物 我不要你的东西 你觉得我很稀罕你的东西 你以为你会给我钱 你会给回之前的三次钱 又再欺骗我今次 说会给我钱 会有四次钱给我 我不稀罕 我不要你的东西 便右手 他就用右手捉住婆罗门的颈 左手就捉住婆罗门的腰 然后用两手扭着曲曲他的腰 即折断的意思 折断婆罗门的腰 挫折其极 将他的脊骨整个折断 如折甘蔗 好像折断一枝甘蔗 劈趴折断了 之后后勤之三旋 然后将这个婆罗门向天举起 旋转三次 将他旋转三圈 他为什么要转三圈 因为他们比赛的擂台是四面 而擂台在中间 他将婆罗门举起 因他害怕前面 后面 左面 右面看不清楚 所以转了三个圈 举起这个婆罗门 转了三个圈 目的是什么 要耀武扬威 要告诉所有观众知道 看清楚 看清楚 你看这个人 我打了拜他 你看他怎样死 使众人见 令到所有人都见到 然后铺地 将这个婆罗门抛落地上 堕地即死 这个婆罗门一堕地就死了 即使这个差地力很残忍 他的报仇心狠狠 即使你非常憎恨这个人 你非常憎恨这个人 不等如你有一个残忍心 暴富的时候 害得这个人更惨 是未必的 每个人都可能有暴富心 可能是生气一会 或玩弄他一下就算 但未必会有一个残忍心 狠到我要杀死你 杀得你很痛苦那种 而这个人就有 这个差地力有一种残忍心存在 除了暴富心 他还多了一种残忍心 本来别人掌过你一巴 你掌过别人一巴便算 但他是斩人一刀 和甚至杀死人的 你看这个暴氏不平等 别人欺骗你金钱 你只可在金钱 这方便报仇便是 别人屈辱了你 你可在屈辱这方面报仇 但不会杀人 用残忍心来杀人 但其实你已经看见不对等 不平等 这种暴富和残忍心 与别人对你那种事不对等 所以你们要记着一定要对等 还有他要耀武扬威 要给所有人看见 即使说他的执着坚固非常严重 还有一种狡猾心 什么叫狡猾心 他有很多种心 称恨心 仇恨心 杀心 愚痴心 暴富心 残忍心 要武扬威心 还要加多一种狡猾心 什么叫狡猾呢 其实这个人很聪明 因为在比赛中杀人 可能不用死 尤其在古代 他们要立一种名为生死状 通常在这种比赛中 可能令到对方死或自己死的状况之下 为避免令到对方家属 家人及朋友追究 或及法律追究 于是他们怎样做呢 大家互相签一份合同 这份合同就称为生死状 生死的合同 即是说如果到时我措手打死你 是措手 不包括蓄意 如果到时我措手打死你 或者到时我措手杀死你 大家互不追究 我亦会告诉给家属知道互不追究 如果告上法庭 法官亦会看你们是签了合同 亦要看他们当时的法律 如果当时的法律 如果国王当时都在看 国王亦认同这个合同 就没有事了 现在就不可以 虽然大家签了生死状 你打死人 告上法庭 法官亦会跟随法律判你杀人 但当时来说 为什么他会生起狡猾心 因为是不需要负上任何法律上行罪责任 他不需要抵偿性命或坐牢 这个就叫狡猾 因为要报仇就现在报 我当众在这么多人面前打死你 不需要躲起来 我躲起来打死你 我就有罪 我可能给人通气或要抵偿性命 我现在借着比赛来杀你 我不用坐牢 我当众杀你不用躲起来杀你 这就是狡猾心 结果会怎样啊 王级群臣 这个国王级群臣和所有观众 皆大欢喜 每个人都拍掌 大家都叫打得好 杀得好 孩子金钱十万 你杀得这样厉害 赏钱更多 竟然赏金钱十万 你看到在经文中 释迦牟尼佛是没有说之前三次胜出后赏钱有多少 但现在这里就有叙述杀了人有赏金十万 特别说出有十万 即是说和之前几次有所不同 是小数和大数比较 我可以告诉给你知道 这个国王和群臣及观众拍手随喜赞叹别人这样残忍杀人 你猜他们要不要受果报 根据英国夜报经说 同罪 同杀人的人同罪 别人杀人你不可以在旁边拍掌 你不可以欢喜赞叹 否则是同罪 跟着你还要赏赐他 你还赏一些金钱给他 这是不好的 你是最佳级等 你将来所要受的恶报 还惨过杀了人的那个 因为你出打赏的 所以这个是不好 这个刹地利利是做了这些事情 会有什么果报 根据佛说善恶因果经是这样说 如果你是野蛮又很烦恼 亦很憎恨 好憎恨心 好烦恼心 好仇恨心 这些就叫烦恼 来害人的话 你死了之后 会做什么 一条懊恼虫 这条虫很烦恼 常常都是脑塞 今生如果你去斩杀 或截杀一些众生 死后堕铁轮地狱 给铁轮不断斩过 死后又再复活 又再斩过 为什么他复活的这样快 是因为他的物质很稀疏 只得灵体存在 所以他可以很迅速恢复觉知能力而继续受苦 今生个性恶毒 可能是前世是蛇 今生因为你有善报投身回人 但你非常恶毒 今生你很凶狠不认错 你前世可能是羊 如果你很容易发怒 有着毛病 而你又很凶恶毒狠 希望报仇 如果你前世犯了这些 今生常被人找麻烦 何常被人激怒伤害 又会伤害你 常常捣蛋 这是你前世犯了这些 你前世如果很轻视正法 觉得佛法不用理会 想做什么都可以 觉得没有因果 喜欢四处害人 今生身材短小 同时容易会有心痛病 是因为你前世可能刺杀 或砍刺众生身体 如果你今生愚笨 你前世是因为做了畜生 所以才愚笨 因为思考能力的行为 成事受到局限 这就是佛说善恶因果经所说 但其实是不是这样简单呢 当然不是 你再继续看下去 如果真是有这些恶报 都不是很严重 其实是严重 你们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 当你当众残杀别人 不单只杀人而是残杀 你是折断他的脊骨 痛楚而死 再举起他旋转 身体会动 同时令他的脊骨不断摩擦 令到他全身痛楚 因为脊骨是支撑整个身体 他会痛楚难当 这就是残杀 你还当所有人面前转三圈 要所有人都见到 这种屈辱非常厉害 所有人都见到 见到他输了 旁观者还欢呼拍掌 甚至奖励 所有赞叹随喜的这些人 都会同样犯下杀人罪 以及一切有关的罪行 都会受到相同的果报 我们现在继续看 这个个案发展下去 会是怎样 于是 释迦牟尼佛就和他的十大弟子之一 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和跟当时几百个已经成了阿罗汉的弟子这样说 他说 你知不知道当时的差地利利士是谁 他扑杀婆罗门利士 其实差地利利士就是我的前身 释迦牟尼佛说他在很多事以前 还未懂修行和成佛之前 我曾经做过这样坏的事情 我就是差地利利士 而婆罗门利士是谁 就是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上一堂讲了 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 这个提婆达多后来想办法去阿语奉承一个王子 阿都市王 之后就教唆他杀了自己的父亲 夺他的王位 当阿都市王得到权利后 他亦得到很多权利 常想害死释迦牟尼佛 想用大象想踩死他 又想在山上用大石滚下去压死他 又想用毒爪爪伤他 想令他中毒 总之就好多好多害他 还不止 还破坏佛教团体 叫人不要相信释迦牟尼佛 借用吃斋这件事上 说释迦牟尼佛不吃斋 来骂释迦牟尼佛 他号召所有人跟他 他自己另外成立一个教派 于是他犯了破和和行僧 本来是很和和 但现在就出现不和和情况 释迦牟尼佛涅盘之后 后来令到佛教很多事之后都不断分裂 都是因为当日提婆达多种下的种子 这个提婆达多为什么会是这样 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前生杀过他 所以他一心想报仇 他生生世世有一个报仇的心 到他有能力的时候就去报仇 所以提婆达多曾经发了一个愿 你对我这样差 你做什么我生生世世都要破坏你 我一定要报仇杀你 是因为他发了这个心 所以这个提婆达多 后来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年代里面 会有这个情况 其实提婆达多本来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释迦牟尼佛为了要解除这段恩怨 他自己已放下了报仇心 你又杀我你又欺骗我你又害我诸以此类 他已全部放下已没有我值 亦忏悔了同时已做了几千世的鬼畜生 他几千年都在畜生道和恶鬼道受苦 因为他当时所受的恶报不至于要下地狱 于是他在这两个恶道受苦了几千年 后来因为他有种善因 后来他成了佛 成佛后亦有一些余报 因为还报完 所以他常常关节痛 上一堂也说过一个个案 因为他前一世是大一王 他来害看病的长者儿子 因为长者儿子欺骗了他几次 都不给他钱 于是他不对症下药令到长者儿子病死 这都是他害死长者儿子 但不至于很恶毒 用毒药毒死他 所以他当时的报是关节痛 因为当时长者儿子病和死的时候 是全身关节痛而死 所以后来他做了几千年的畜生和恶鬼之后 和后来成佛后仍然都要受报骨截痛 但今次他是被挤痛 被挤痛是因为和脊骨有关 因为他当时曾经有仪式是做 如果刹地利利士折断了提婆达多几股 因为当时提婆达多是婆罗门利士 他折断他的几股而死 还把他摔死令到他好痛苦而死 所以我们要看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有什么果报 所以这个提婆达多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要报仇 这个是上一堂讲解过了 不再重复 你们自己看上一集 佛对舍利弗和所有弟子这样说 我耳时已贪慧故 我当时又贪心 又憎恨及愤恨 于是扑杀了婆罗门利士 就因为这个因缘 就是因为我种了这个因 即引发其他所有的缘 什么缘 我曾经说过 种因 我折断了你这一世的几股 我令你受屈辱 将你转了三个圈抛落地上而死 在下一世你将我的几股折断 亦将我转三个圈抛落地上而死 一对一就这样还报了 不是你错了 因为因和原是会演变 原是什么 原是你令到观看的人拍掌赞好 跟着还打赏钱给你 觉得打得好 杀得好 下次再表演一次 你令到观众有一个憎恨心 和随喜杀人心的狠毒心加强了 这些就叫原 这种比赛杀人就等于可以狡猾地不用受现眼报 都叫原 恶原 什么叫因 因就是所有在灵界和其他界别的众生看到你这样杀人 杀人都给别人赞赏 他们都跟着学 他们所有杀罪 全部你都有份 有份分 于是 所以你受报很惨 所以 释迦牟尼佛解释 就是因为这个因缘而我堕入地狱 今次他要下地狱 上一世他不用下地狱 但今世他就要下地狱 被火烧被煮被列上榜排在首位来整治 今数千岁几千年受苦 我今已成阿维三佛 什么叫阿维 阿维的意思是得到阿坤三佛 阿坤三佛是什么 我之前讲过 如果翻译成现代语 现等觉即是现在我们讲的正等正觉 即是说你的觉性很厉害和很高 百分之一百的高和百分之一百没有偏差 这就是正等正觉 你看我现在的觉性已到了百分之一百最正确 没有任何偏差的佛 诸漏已尽 我所有的烦恼已没有 耳食残垣 就是因为当时我做了这些恶业 在地狱被烹煮了几千年 非常痛苦 还有残余因缘存在 令到我今故有此疾病之患 令到我现在有被挤痛 于是世尊 于是世尊就对他们说 佛与舍利福 就对舍利福和弟子说 如见如来 你们看我这个佛 重恶已尽 所有恶的是我已尽了 我已被报尽 诸善谱 所有的善我已有其 其实在这几千年 我已受报尽 为什么 还会有残余 他叫残垣 不是残因 是残垣 是因为你令到所有人拍手 所种的所有恶因 你都有份 这些叫垣 因是你种下杀人的因 他说 就是有残垣的垣 都要急骨痛 都要现在这样痛法 于是他就说 诸天龙神帝王陈明 所有天龙和所有界别 例如天界和其他界别 现在界别的国皇 陈明已至一切道的众生 皆欲令得度 我都尽能力救度他们 希望他们明白这个宇宙的运作 我想救度他们脱离这种痛苦 继续轮回的痛苦 这种善因种得很大 尚不免于殃 但仍然都逃不了这些剩余的果报 旷富愚痴未得到者 何况你这些幼愚痴 根本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佛法又不明白 又想拒绝了解的人 就算你想了解 但又没办法修得成功 即是想不通想不透的人 佛就对舍利福说 你们所有弟子听着 你们一定要学一样东西来保护自己 怎样保护 护身三口四一三 你们要学懂护着身体有三样东西 护着口有四样东西 护着意念有三样东西 佛说完后 舍利福和五百罗和八部鬼神听说后 欢喜受行 没有一个听后不相信 每一个都很欢喜的接受 什么是护着身有三样东西 护着口有四样东西 护着意念有三样东西呢 身体即是行为 有三样 不可杀生 不可偷盗 不可邪淫 什么叫邪淫 和自己妻子有性关系是正淫 邪淫是指和没有夫妇关系的人有性行为 就叫邪淫 不邪淫 不邪淫 的意思是不可以和夫妇以外的人做这些事 口是语言 你有四样东西不可做 第一不妄言 第二不奇语 奇语是说一些没意义的色情言语 第三不中蛇即不两蛇 有些人叫两蛇 我就不称为两蛇 释迦牟尼佛都称为众蛇 什么叫众蛇 两蛇是这样 有一个人说一样东西 我听完之后 我又重复他说的东西一次 他的蛇和我的蛇合共就叫两蛇 我不可以重复说别人不好的事情 即是说别人是非 什么叫不中蛇 中蛇是多些 什么多些 例如互联网 WhatsApp等公开或者私下的发布 例如我听说别人讲了一个是非 我未经证实 不是对与错 于是我就在互联网或WhatsApp公开 例如在一个团体里公开都算是重蛇 不只是两蛇 于是不断广传 一传时时传百 还流传很久 于是就称为重蛇 你犯了什么和得到什么果报 就是重很多 如果我只说给一人知道 而他又说给另一个人知道 都是一条链这样走的 速度都会慢些 同时你受报的量是少些 可能你受报都是几百是给别人说你是非 但如果你用互联网 WhatsApp又或者是当众公开 你就会快速很多和全面360度方位的连结 于是你将来就无尽是给别人说你是非 除非你成佛 你怎样都脱离不到 你无尽是都会给别人说你是非 污蔑你 第四不恶口 不可用恶毒语言骂别人 意念 第一不可以贪 不可以称恨 不要生气的意思 第三不可愚痴 愚痴可以不要太蠢 当然是可以 其实是可以令自己不要太蠢顿 就是努力学习 听多些佛法 在智慧上下功夫 提高自己智慧 这些你应该是要尽力做 但你没有做好 这都算犯戒 你必须通过学习及修行来提升智慧 即是你要学习修心程序 如果因为懒惰而不做出提升 任由于吃的增长 就会成为自己下舵 投生三恶道 地狱 恶鬼 畜生的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是由你自己造成 这是自救的方法 不可愚痴 不可依赖等佛菩萨来救助你 因为佛菩萨来到救你 我可以说给你知道 即使佛菩萨来到 应你念咒或念佛号的呼应来到 终于联络到他而来到 佛菩萨仍然需要在你的善恶二页组合中寻找善业 都没有善业 是否有足够善业才能真正救到你 他只可以抽掉你所有善业出来 缓和当时的状况 只是缓和持些再报 不等于不受报 持些亦会受到 你亦会因为抽掉了所有善业来做缓和 你的恶业还受报的更加厉害 即使说你不可以依赖佛菩萨来救助你 因为你很快就会回复原状 除非你在缓和期间里面 在这段时间种大量功德或福德来增大善应 因为佛菩萨不能给你善报 佛菩萨只是抽掉你的善报帮你 他没有能力将他的善报给你 这个就是因果业力不可思议的地方 佛你想都想不到这样神奇和复杂 佛菩萨已尽力而为 你请他 他已来到 你的善恶二也组合他一看过 如果可以用的方法他都已用了 但用到没有 仍然无法和业力抗衡 这是一个真正的因果运行法则和真理 所以你们记着看着这个护字 释迦牟尼佛在结束的时候 苦口婆心地说 我当年这样悲惨 就算现在成了佛 背己仍然要受痛楚 所以你们要记着 要护着身三样东西 口四样东西 亦三样东西 千万不可以犯 我当天就是犯了 所以令到现在这样 所以这样是最基本 释迦牟尼佛认为任何众生都听得明白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其实根源在哪里 叫你们看看这条根在哪里 如果你不愚痴 你不是太愚蠢 你的决性很高 你会不会容易发怒呢 如果你的修心程序好 懂得修心 你会否容易发怒 即是说不愚痴 将会令到你不会犯到憎恨及鸟怒 如果你不愚痴 你有决性升起 你就自然不会贪欲 你的意念尚不愚痴 你又没有憎恨和贪欲 就自然不会令你的口犯这四样东西 亦都不会令你的身犯了这三样东西 你想想最基本和最终的根在哪里 就是不愚痴 原来你要学佛提升自己 又要学修心程序来提升自己 智慧是这样重要 当然重要 将来如果你能把握到不是蠢的话 你有智慧 你就会掌握到不受业力网络网者的药诀在哪里 你就不会受这样大的果报 所以这个是根 我们就要记着修心程序 其实我已教了你们 以前没有人教过这些 当你不懂提升自己的修心 所以你就继续愚痴 听不懂佛法和佛经故事 现在意义讲解的非常透彻 你不可再说听不明白 所以你就要用修心程序来医治你愚痴 愚痴消失 你的根康复 其他的东西亦会好起来 即使你会出现决心 你不会再犯这些 你互道 这一个我们有一个名称 叫食善业 我们现在看食善业是这样重要 如果我不做这个食善业 你就可能会做食恶业 在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是怎样说呢 其实如果你种食善业是可以得到大智慧 有大智慧不愚痴就可以医治你那条根 所以食善业是我们的基础 是讲什么 什么是食善应 一亲近三宝 佛法僧来求法 深信佛法和修行 二 信婆罗门 这里说是祭司 即是传法者 现代是指主持法会 即懂得真正佛法的人 例如上师 法师 三 清静师长 求解身意 师长有多几十年的生命经验 有多些智慧可以教导你 可以令你明白一些深层道理 四 尊重三宝 不可责骂佛 自己不相信还要骂佛 他不相信有佛存在 以前有一些人说 佛法最高层次 心经说什么都没有 但佛就是觉性 从来没有人没有觉性 没有觉性还比木头更差 木头是没有觉性 所以我们要记着尊重三宝 不可以骂佛 骂佛将来会特别愚蠢 没有觉性 佛法僧都不可骂 五 远离愚痴的人 蠢的人会传染愚痴病给你 为什么 他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你之 当称恨心蒙蔽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是好方法 于是你会跟他去做 将来会成为你的行为成事 你就会变得愚蠢 所以要远离愚蠢的人 第六不可诽谤上师和佛法 第七清净深度智慧的人 他们想的所有东西都有智慧一点 解释所有事情都深层和透彻 所以你要时常清净这些人 第八传法立生 帮助传法 帮助众生不要令佛法断灭 第九远离非法 不是佛法要远离他 不要给他们认为正确的道理 扰乱你自己 第十 称阳正见 正确的道理 见解我们要赞赏 所有的邪见我们要远离 我们要记着修实善业有什么好处 你们可以得生欲借天 极低层次的天界 如果你修实定善 就可以得生高层次天界 是有不同 除了修实善业之外 还要加上定力 这就叫实定善 没有定力 只有做善事就叫实善业 要有定力 才可以去到高层次天界 如果你修四无色定又叫四空定 你就得生无色借天 这里没有物质结构 只有意识点存在 但这个意识点就非常之广阔 就算是外太空 你都不用坐飞机去 但你都会自动知道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好像看荧幕一样 发生所有的事情 都在你的心事里 全部投影出来 这个四无色定以前已经讲了 在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观修方法 第二十集已讲了 你可以看回放 如果你修空性 非有非空 例如金刚经 现在教你们这些 大圆满教你这些 都可以进入法界成佛 所以你们可以见到 修行是有四种层次 可以令到你有四种结果 只有成佛进入一元状态的法界 才是最彻底和最究竟 最不彻底是什么 不论高层次 低层次 以至无色界的天界 都是不彻底和不究竟 将来你始终都要继续轮回 又要受回你善恶二叶组合里 还未受报的恶报 最惨善报已用轻 只有恶报 没有善业加恶业混合 令到你不用这样受苦 你是苦的最彻底那种 修拾善业的升低层次的天界欲界天 所需要配合什么的因果条件呢? 你们可能会说 我要求很低 只念拿摩阿弥陀佛 或做些善事 都可以去到低层次 天界就心满意足 你不要以为那么容易 是有因果条件 现在我讲解一下 要什么因果条件 当我没有修行的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修行 就会随命运的安排 命运安排 你读书和考试都不好 你很努力读书 但忧郁着教你的老师很差 令到你考试成绩不好 你没有修行 只可以受命运的安排 一直可以受善恶二叶组合的排列 这个排列是怎样呢? 事教三是二重因果 过去是你以前很多是所做的事情 你现在是所做的事情 和未来是你还未受报的东西 过去是是你累积以往多生 多是尚未还报的因果报应 现在是是今生受报于过去所种 但尚未还报的因 现在所种的因 如果部分的因在因缘合合的时候 就会有现眼报 今世做亦会今世受报 就混合前世 部分将会现在或未来受报 未来是将会受报过去 及现在所做又未还报的 就会在未来是受报 所以你们会发觉在过去世和现在世之间有一重因果 而过去世 现在世和未来世之间又有一重因果 所以就叫做两重因果 这是古时候人们讲解佛法的一个解释 但还未能够真正贴切于因果运行真正运作的原理 所以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因果报应的排列 会随着不同的因缘变动而变动 很浮动的 今秒和下一秒都会不同 当你现在出善音 很开心坐在这里听佛法都是善音 但可能下一刻和下一段时间就有恶音出现 但又可能恶音受报后又会出现善音 但跟着有出恶音 恶音跟着下去 一般没有修行的人 是没有能力及相关知识去调动这些善恶二页组合的排列 你不懂修行和不懂这些知识 就算你懂修行 亦未必懂这些知识 现在就要讲给你们听这些知识 怎样才可以调动 不是你有修行就可以调动得到 现在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的排列是善音、恶音 善音、恶音、恶音 你们看是恶音多过善音 你看自己做善事多亦或不小心才死蚂蚁多呢 有时候你用沙虫水喷死蚂蚁或抹桌子 杀死蚂蚁 你会发现种恶音是多过善音 这个排列已经很好 因为已两个善音出现 这样已算是好报 我们现在又在看 有修行的情况又是怎样 有修行就已有不同 有修行就不受制于命运的安排 我有本事令到教我的老师调离 又找到一个好老师叫自己 令到成绩好 是这样的 怎样调动这些善恶二页组合的排列呢 就是我们要懂得的知识 善恶二页的排列会随不同的因缘而变动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定律 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变动 我是不是可以创造因缘呢 没错 我现在叫你们创造因缘 没有这种因缘我们做到有怎样创造 是牵涉你修行的程度及相关知识的掌握才可以 我们看怎样创造因缘 一切的能力及因缘都有基础 创造因缘一定是有基础 这个基础就要修实善业 是之前释迦牟尼佛说 谨记不要学我前世那样 一定要护着这个实善业 因它就是基础 它是一切能力和因缘的基础 是否修好实善业就保证能够死后立刻得到善报呢 不是出恶报先呢 这是不肯定的 因为它随时变动 例如你的组合是恶因 恶因 所有恶因出后才出善因 好像我们上一次讲的提婆达多 他是修很多善业 但他一修很多恶业 他的结果是怎样 他先报恶因和这个排列一模一样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提婆达多尝试谋杀佛陀 又是过破和和僧 犯了忤逆重罪堕入地狱 后来衍生世家族比丘 与所有一般比丘不和 导致后来佛教分化和分裂 在《增议阿含经》卷47记载 说提婆达多身陷地狱 佛为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是提婆达多的弟弟 佛为阿南特别说提婆达多 死后的去向 当时就说提婆达多灵命中之时 被地火烧 所以就生起忏悔之心 被火烧才知道自己是做错 他以为自己很厉害 已修得有神通 以为可以避过这一切 但都不能够 死后都要下地狱 于是他就忏悔 虽然是这样 但他都要受很重的痛苦 才可以脱离 有多重 经历一贤劫 上次我已说过 现在是贤劫的第四位佛 还有996位佛等着他受苦 他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受苦 即使死后立即忏悔都太迟 所以我常叫自己的弟子要立即忏悔 之后他才可生上天界 然后辗转生三十三天 燕天 都绿天 一路往生天界 一直只报善因不报恶善 在六十节中 都不堕三恶道 只往来天人中 最后受身于人间 后来剃度出家 穿三法衣修行 最后成辟之佛 我讲过辟之是独自觉悟 不用别人教导都很厉害 有觉悟心启动成佛 但是因为没有人教导 没办法领悟一元状态的情况 所以他进入不到一元状态成佛 他只可以成辟之佛 能力大约好像阿罗汉的能力 他可以去到色界天最高的五层天的天界 无需再轮回 他的名字是什么? 拿摩 这个是当年释迦牟尼佛给他的预言 提婆达多会否在地狱期间 再增加恶业而引致延迟接受善报呢? 这个是会的 提婆达多现在仍然在地狱受苦 他可能突然升起一个憎恨心 想起现在我这样痛苦 他突然起了很多恶念 想抓旁边的人要他代替自己受苦 要别人帮自己落油祸 将别人泡落油祸被火烧 他自己不用落祸被火烧 他这样又种了恶因 在地狱的时间又会再延长 即是说 很多时候都会变动 因为一切都是无常 所以因果报应都是根据因缘变动而变动 既然如此 所以我们必须在今生尽快调动 如果你们这样幸运坐在这里听闻佛法 而又知道原来因果调动是这样的话 你要想办法调动 你要立即行动 就不要再等迟一些 等自己读完书毕业后 迟一些等自己工作完后 迟一些等自己建立家庭后 迟一些等自己有孩子养育成人后 及迟一些等自己退休后 但可能你没有这么长寿 或生病没有能力修行 你错失很多时间和精力 你甚至积累了太多恶因 没有太多善因来抵消 所以你们要记着 善因没有得抵消恶因 但可以做缓冲你都会失去 所以我们要今生立即去做 但要怎样做呢 你一定要有相关知识 这些知识你一定要懂 否则 你就好像这个提婆达多报了所有恶因才报善因 第一个你要知道 大因快果 什么是大因快果 你的因要种的大果报才会快 你要将善因调动在前面 本来排在最后的两个善因要抽掉在前面 放在最前 你就要种大因 将这个大善因引出来 你如果想种恶因快些 当然是有办法 你就种一些大因将恶因引发出来 这样所有恶因就会抽掉在前面 这些是我们一定不可以做的东西 但我发觉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做 我们现在看 在十善因中选出最重要的善因做出加强 例如之前生有三种不可以做 排在第一位是不杀生 如果不可以杀生 我们在杀生这个因里面 去创造善因出来 这即是什么呢? 本来我不杀生就是善业 我怎样创造? 就是放生 放生你就可以在这条最重的界里面 你不杀生就可以种善因里面 你就可以几何集数加上去做放生 但必须注意生态的平衡 环境的配合否则就是犯了杀生戒 你可以参看回敦诸佛学会出版的放生 与英国有一支CD 只有声音或书本都可以 第二 所创造的善因要同时牵涉大量众生 例如在短时间之内大量放生 第三 你所创造的善因要对众生的心事产生一种 深和广的影响 同时甚至可以帮他们脱续生身 脱离一些困境才可以 深的意思 例如放生的时候要以观想力及周力协助众生接受皈依及脱续生身 这样才够深 广的意思 例如放生的时候要以观想的能力引寝诸佛菩萨前来 还要360度这样才够广 来协助众生脱续生身 这样才够广 这样才叫大因 还要加上祈祷 为什么要加祈祷 当然要 因为你种了一个大因 你即是用一个除钱罐 不断将善因的钱放入里面 困在除钱罐里 放在银行里 锁在银行里 但你始终要拿出来用 你不用它 除这么多善因来做什么 你要怎样利用 加祈祷 祈祷就是使用 祈祷什么 祈祷我的善恶二页组合里面 将所有善因先报 而这些善因出了之后 还可以运用来修行 来积更大的善因 还可以帮助我消除恶因 这样的祈祷才有作用 所以大因快果是用来积聚善业 除在银行里面 祈祷是用来运用善业 记得取出来用 要懂得怎样祈祷 第二 你要懂得减低恶业 你懂得大因快果 但你亦要减低恶业 如果你不懂 将来你所有善因耗尽 怎样才可以不出恶因 将来如果你成不到佛 你逃避不到的时候 你还要继续轮回 你都要将恶因减低 要怎样减低 第一 对症下药 例如你现在自己恶报中 被恶业缠绕 不是这样不好就是那样不好 你就要立刻寻找此刻所受报恶业的因 一定要找 你找不到这条根 你不用我教你的修心程序去寻找这条根 你的恶报会继续 你没有对症下药就会继续 第二 启动修心程序的五个步骤 接受 提问 分析 寻根 对质 第三 你要做出最快及最深切的忏悔 你必须启动四种力量 怎样启动 你请参看敦诸佛学会YouTube 忏悔 一 及忏悔 二 的影片 第四 你要接受众业情报 去寻找出一直重复又重复的错误行为程式 第五 你要以智慧提升决性对自己修改错误的行为程式 第五 你要祈祷 祈祷的内容 第一 要先动用自己善恶二页组合之内的善因 第二 你并且发愿会种大善因 即使你会有大因快果 这样才可调动得到抽调出来 第三 我发誓永不再犯同一罪业 即使减低恶业 第四 我会得大智慧 得大智慧 即使懂得用修心程序来处事 可减低恶业 于是你会发觉你的善恶二页组合里面 爆完善业之后排出来的恶业 减低了甚至消失 这个是消除最近受爆的恶业 因为最近恶因会有机会令到善恶二页组合的调动失败 例如我想调动善业排在前面 但最近的恶业阻拦着你 就好像第一项的排列恶因阻挡着你 大因快果就算是帮到你 你又懂得祈祷来运用这种善因 但你不懂得减低恶业的杀伤力 它仍然会晒着在前面 阻挡着你将善业排在前方 所以你要懂 还有你要记着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现在的弟子最近还犯着 你们要避开贡业洪流 什么叫贡业 贡业是现在一起发生的一些恶业 但亦可以是发生一些善业 但很少 比例很少 差不多找放大镜看亦看不到 但贡业不用放大镜亦看到一大便黑夜 大型恶业 你随便用手指轻碰一下 你都很有问题 你随便看多两眼 你都很有问题 你有没有听我的一切 维心造 有个科学家已经说明 用眼看一下 结果亦会产生变化 你的心事亦会产生变化 他们亦会产生变化 你想一下 这个差地利 希望别人多看他两眼 所以特别将婆罗门历世杀死的更加惨 是因为别人看着他 而你又看着他 他更变本加厉 就因为你看着他 而令他变本加厉 他的恶业 你有没有分分呢 当然是有 所以你要避开恶业 看一下都不可以 不看电视 不看手机 不看互联网 只专心修行 向善的正向方向 我现在教你的去做就没有事 但我的弟子不听觉 就会去触碰这些供业洪流 还看多两眼 看多两眼的弟子就说 还说睡不着 有失眠 心情不佳 又情绪低落 是因为他看了几眼 我告诉给你知道 业力是这样 你去看他就会连线 业力最少有两个点 你的眼睛是一个点 荧幕又是一个点 你看着他就会变成两个点 代表已经连线 你也有一份了 就算你不看 而你又评论一下 就更差 你参与了 如果你还插手 真是不得了 所以你们要记着 他会令你无论种了几多大善业 念了几多咒 你修了几多观想 几多法都没有用 你都没有办法将善恶二叶组合的善业调上来 因为这个恶业洪流会拉你下去 洪流里面有很多黑业 你用一个点触碰着它 你已有份 整个黑业洪流的黑业你都有份 你挨得到吗 这里有成千百万的黑业存在 你用一个点就将它混入自己的善恶二叶组合里面 就会令到自己的善恶二叶组合里面本来是善业排在首位的 本来是比恶业排得更前的 但就会立刻大因快果 什么大因快果 因为你连结了黑色的贡业洪流里面 将你排在后面的恶业抽掉在前面 这样你不死都很难 但我的弟子就是这样 他不听我说 我上几堂已经说过 叫他不可触碰 但他不听我话 去碰他 于是就会将你的善恶二叶组合里的恶叶抽掉出来 先受报 你就出事 不要说上师没有提醒你 供业洪流是用来避 不是用来触碰 不是要来看 是要避开他 为什么你这样胆小 你作为修行人都没有慈悲心 如果你要慈悲 请你们修好些 每天念的咒和修的法全部回向给他们 希望他们的黑夜不要这么严重 抱回白夜 转了它 黑色变回白色洪流 但要大量修行才可以 所以你要避开这些 供业洪流才可修得到 你没有定力 是修不到 你修不到 就调动不到善恶二叶组合 如果你还牵涉在其中 你是修不到 所以你们记着 供业洪流是用来避 如果你要有慈悲心 你自己就要修好些回向功德 以间接式的回向给他们 凡是这些都不可以直接触碰 只可以间接帮他们 不可以直接帮他们 为什么 因为你能力不足 还未成佛 如果你成佛之后 就算你触碰到供业洪流 你都可以立即进入法界 不会伤害到自己 同时亦可以随时出来 有能力帮到他们 到时你就可以帮他 就可以直接 现在请你们用间接的方法 这个你们要记着 还要加上一个祈祷 你要懂得运用善业 祈祷什么 祈祷要减除你的恶音 要调动恶音排在后面 将善音调回前面 这个是你们要记着的事情 跟着第三个你们要懂 对正下要修持俱力的修法 你一定要懂得修持 实善业是一切你所修行的基础 你不要说给我知 你受了一个大灌顶 叫什么大威德 或什么大金刚灌顶 我很厉害 我已经可以镇压所有恶业洪流 我做这些已足够 不用再做实善业 我可以告诉给你知道 如果你没有这个做基础 你修什么都没有用 不是对正下要 如果你想投生天界 必须考虑时间的问题 因为如果是恶业先出 即使你已经种下很多善音 你仍然需要等待很多事之后 才可以去到天界 例如提婆达多的个案 即使你一定要调动 所以所选择修持的方法 必须是快而准的一些方法 例如必须具备有修心 观想 觉性等这些直接而核心的聚力元素修法就对 如果想投生色界天以上的天 就要加入定力的修持 要做定 第四 如果你想脱离轮回或者成佛 就要修持空性 非有非空 我们现在看 如果你做十恶也就会有十种恶报 第一个就是杀生报 第一 就是冤亲债主多 第二 见者不欢喜 见你杀人一定不喜欢你 第三 众生害怕你 第四 行受苦恼 第五 常识杀生 第六 梦见忧苦 第七 临死悔恨 第八 短命 第九 愚笨 不愚笨怎会杀人呢 愚笨先会杀人 所以他一定是愚笨 第十 死堕地狱 死后就一定会下堕个地狱 这个是分别善恶报应经讲 偷盗的报应会是什么 第一 你会结束冤 第二 多疑 很多事情都害怕 第三 常随恶友 结交损友 第四 善友远离 对你好的朋友你不会接近他 因他不会赞赏你做的坏事 只有损友才会赞赏你 所以你会经常和他一起 你就会远离好友 第五 破佛境界 你已经破界 第六 你有牢狱之灾 第七 你会迷于享乐 花费金钱 第八 常忧恼 害怕给人抓到 第九 不自在 四处躲藏 第十 死入地狱 如果你犯邪淫报应 第一 淫心旺盛 第二 配偶不真良 你犯他亦犯 第三 恶法增长 越来越差 第四 善法消灭 好事不懂做 第五 迷于淫欲 第六 财物散失 第七 心多疑 第八 远离善友 第九 清足不信 没有人相信你 第十 死堕三恶道 这个没有那么重 不是死到地狱 有机会部分下地狱 部分去了恶鬼 畜生 但如果杀生戒 和偷盗戒是没有解释 只有一个地狱 妄语报应 第一 长口臭 第二 正真远离 正确和真实的道理 你没有了 因为你喜欢说谎话 一定不会说真话 所以没有真理在你心中 很阿谀奉承 谄媚于其他你认为有权力和有钱的人 或者你的上师谄媚日增 第四 是非人相近 第五 忠言不信 第六 智慧很少 第七 称扬谎言 称赞自己说谎话厉害 第八 不说实话 第九 爱论是非 喜欢说谎话的人 亦喜欢说人是非 第十 死堕恶道 亦即是三恶道 十善业里面其中有五种东西 我们称为五戒 传归一时一定要传的五戒 其中的四戒就是这四个 你们留意这两种戒特别重要 死入地狱 最常犯 最纠缠的杀生戒是什么 是堕胎 不是你吃了很多鱼 或去酒楼指着一条鱼或多条鱼杀了 为什么不是这些呢 因为你对这些鱼的杀心没有那么狠 杀业什么才算最狠 就是杀你最轻的 例如杀死自己轻生的婴儿 堕胎就是最狠 因为它在你自己的肚内 你连自己的健康都不理会 婴儿都不要 这些就叫狠心 你要狠心才会去堕胎 这个杀也是很重 会怎样 死入地狱 还要进入最重的那种 其他的杀生都不及堕胎的那么严重 这样很是重的 为什么会这样严重 我有一个弟子都犯了 他从来都不告知上师知道 又不向上师忏悔 而上师又不知道 结果他发生事之后 上师知道之后 就跟他说 问他以前是否曾经堕胎或流产 流产没有那么大罪 流产是自然流产 不是你狠心杀他 但堕胎是 他带我游了很久的花园 才讲答案给我知道 将责任推卸给别人 说别人叫他 说别人叫他 讲完之后 原来是堕胎 首先不要带上师游花园这么久 上师问什么 就答什么 上师问你有没有堕胎或流产 就直接回答上师是堕胎 上师就会教你怎样补救 上师会教你 但他带上师游了一轮花园 令到上师不耐烦 因为上师很忙碌 但为了救他 已很耐心听他说话 还要告诉给我听 这个害他 那个害他 那个令到我这样 上师告诫他之后 他还不忏悔 到现在还不忏悔 忏悔电邮都没有写 亦不当场忏悔 我以前亦叫过你们 亦放上YouTube 当着上师面前忏悔 这个力又大了很多 他说 因为上师已连结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你向上师忏悔 以及是向三百六十度十方 诸佛菩萨忏悔 他做你的见证 能够脱离业力的力度就大很多 但就因为他没有决心 没有决心的意思就是 上师告诉给你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 是跟这些事有关 你要快些做一些补救的事情 因为他家里发生了事 我不想给他太大压力 我不是骂他或责怪他 只是劝愈 但劝他我亦相当辛苦 你们要记着 所以我觉得要教育你们 另外一个教育是什么呢 既然你不肯忏悔 我唯有传一个堕胎忏悔文给你 希望就到你 我现在用口传的形式读一次 所有将来在YouTube 或直播里面看到影片的弟子或者善性 以至在座的弟子 就在心跟着念 我就假设传了给你 你将来自己情力修多些 但你说自己没有做过这些 但你不知道你以往生有没有做过 你就当以往生做过来忏悔 我现在读一次 忏悔往昔无始贪嗔痴 为明堕胎触犯杀业罪 我经了知佛陀曾开示 堕胎属杀业的诸恶报 诸罪恶中以杀罪最重 诸功德中不杀为第一 人生难得亦宰难遭遇 堕胎断他重获人生缘 若不忏悔自身将受报 死后永难在投人道中 胎儿被杀如遭千刀叉 其苦难当心埋仇怨身 若不忏悔化解狠杀恨 他日自身死后难必冤 必遭仇杀同受其中苦 循环不惜受难无终止 我今至成忏悔堕胎业 其请胎儿原谅习怨恨 我今为而起名的归属 广种功德回向爱而名 大量放生以赎杀业罪 焉功可为而饥后福德 持晝可助爱而除诸杖 公灯光明增长而智慧 诵经书经令明真道理 我今发愿为耳种功德 永不休止令而得安乐 其愿我而连结投生缘 得诸佛菩萨加持护臂 往生极乐诸佛净土中 从此脱离轮回诸忧苦 聚得有缘共聚佛刹土 愿习一切诸罪业 无苦无忧皆安乐 此生不再犯恶业 其愿诸佛横加持 愿善妙增长 并且稍后以喜上师带领你们读一次这段忏悔文的时候 会一起传观音咒给你们 你们就要念一百遍 如果你们说我没有犯这一个堕胎恶业 那么你就将被自己所食所杀一切众生起一个名字 这样就会包括你以往生所造的恶业罪障 你为他们种功德回向就可以 如果是流产不是我杀他 就念诵我而因诸将障碍而流产 未能共聚人间享天伦 佛说此因福德不足够 在驾往袭恶业所造成 若能广种功德积福源 情作忏悔除诸旧恶业 感召诸佛菩萨或加持 唯令爱而不受飘零苦 我今为而起名的归属 广种功德回向爱而名 莫说孤单请念至亲爱 从未离弃苦而长意念 唯助爱而早托轮回苦 往生极乐世界诸佛土 愿其身世广种大功德 诸功德中不杀为第一 大量放生积极善业聚 可助爱而素或善功德 灵界供养燕功为第一 以相上功下施聚善缘 可为爱而素结助力缘 除暗增至功登为第一 广向诸佛菩萨献光明 可助爱而起致密明露 持咒除账或必为第一 请念诸佛咒与平其请 可助爱而素得佛护佑 诵经书经弘法皆功德 愿为爱而依依情修持 其愿爱而素生佛净土 脱离轮回痛苦永安乐 聚得有缘共聚佛岔土 愿习一切诸罪业 无苦无忧皆安乐 此生不再犯恶业 其愿诸佛横加持 愿善妙增长 亦都要念观音咒一百遍 将来我放上YouTube之后 最近很忙碌 可能你们要等一段长时间 等我上了YouTube之后 将这一段节路下来再录音 这样带着自己来念诵功德 会更加大些 五戒我们还有一个戒未讲 饮酒原来有三十六个过失 在分别善恶报应经说 散财 多病 常斗争 增长杀害 增长称惠 多不顺心 智慧渐渐 福德不增 福德渐渐 秘密显漏 事业不成 多增忧苦 六根不灵 毁入父母 不敬三宝 不信婆罗门 不敬佛 不敬僧法 清净恶友 舍离善友 弃舍饮食 衣衫不整 淫欲旺盛 众人讨厌 多增笑话 父母不喜 眷属贤弃 受持非法 远离正法 不敬贤善 常犯错 远离缘疾 癫狂见增 身心散乱 作恶贪享乐 死堕大地狱 受苦无穷 留意这个第三十六 饮酒都会下地狱 还要受苦无穷 不是我说 是释迦牟尼佛在这本经说 你不是说饮酒是遮戒吗 什么是遮戒 佛陀因事情 因地所制定的戒 通常叫性戒为轻 即是一般社会不认为罪恶 不会因为你饮酒抓你坐牢 除非你饮酒后驾驶撞到人 什么是性戒 本质上是罪恶的行为 所以你会看到我之前说的四种戒 是属于性戒 本质上你一违反你就犯 并非因为佛陀释迦牟尼佛规定而存在 例如 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 为什么饮酒都会下地狱呢 你们就要很小心看清楚这三十六条所牵连的事情是什么 别人只有十条或十一 两 为什么它会有三十六条 所以你就知道它牵连有几广 就是因为这样广 所以你就会下地狱 所以你们要小心 如何修心才能够与金刚经的教法吻合呢 这个是经堂课要讲的重点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是刹地利利士 他的性格是不喜欢被人欺骗 不喜欢被人压制 他喜欢运用自己的能力去报仇 他喜欢用各种理由去纵容自己的行为及想法 他不喜欢寻找自己的错处 所以他没有生出决心 因为他没有决心 所以就变成了残杀 如果有决心 可能只是杀而不是残杀 不会折断他的脊骨才杀死他 与多生多世之前的大医生性格一样 大医生上一集已讲 佛陀因为长长骨结痛 是因为他前身是大医生 刻意医死人 我们现在看 是因为当时他的前仪式没有正视自己的错误 而没有改 所以延续他的性格往下一世 下一世的性格又和上一世的性格一样 但变本加厉了 所以增加了残杀 我之前述他有很多个心 其实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 他认为欺骗是一种罪行 我已多次原谅他 继续接受他的要求 他还要我欺骗别人 还要欺骗我 令到我变成又欺骗了别人 这个欺骗罪又严重了 上一世的长者儿子 欺骗了大医生医治他又不给钱 都是欺骗大医生一人 但今世你会发觉他的性格又变本加厉了 即是说 他不只欺骗差地利 亦叫差地利欺骗所有观众 即是说他的欺骗罪又严重了 他会觉得这个人重犯是不对的 他觉得重复欺骗我及令我受屈辱的人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为什么会令他受屈辱 你们想清楚一些 他是差地利种姓 本身已低婆罗门种姓一级 还要当众示范告诉给全世界及全国人知道 差地利其实是不够婆罗门打 你说是不是一种很大的屈辱 延伸到自己的种姓阶级 这种屈辱是很严重 惩罚这些犯下欺骗罪行的人是理所当然 我必须要做出彻底的了断 让这个人无法再重复欺骗我 而这种了断的方法 他认为符合以下的条件就可以做 你们留意一下 了断 为什么他要了断 他是害怕一些东西才会了断 要杀死他令他消失于世间 他为什么要这样来了断 而不是报复一些屈辱或钱财的东西呢 是因为他害怕 害怕对方会报仇 因为对方是婆罗门种姓 拥有比他有更高权力 害怕加害于自己 所以他害怕这样 所以就要他消失于世上 第一 他觉得只要我能力所及 第二 我所做的行为不会被法律制裁 第三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支持我 这个就是住香 他觉得在座及所有观众已至全国的人民全部都支持他 结果是 全部都拍手掌 但他就住香再拍掌 他再不改变 下一世就会更加严重 他觉得可以光明正大 众目睽睽之下做 觉得自己没有错 这个是他的性格 不喜欢被人欺骗和压制是他的根 如果他不纠正这条根 他生生世世都会犯同一个错误 不喜欢寻找自己错误的地方 和不喜欢面对自己错处是他的死穴 死穴的意思是没有得救 死定的意思 生生世世都翻不到身 这些死穴一定要医治 之前多生多世 以大医生的身份杀死提婆达多的时候 佛说骨折凡痛 他说数千岁几千年受地狱烧主及畜生恶鬼 他骨折凡 今次以差地利的身份杀死提婆达多 他说堕入地狱中 你们留意一下 他的上一世没有那么严重 部分在地狱 但都有机会去畜生 恶鬼 这些报应没有那么惨 但他的下一世所犯的事情因为是严重很多 所以他几千岁都要在地狱度过 你比拼之后你会发觉 他的上一世和今世因为没有做到修心程序 因为没有修改他的行为程式 而变本加厉 令到果报的性质都改变 被烧主绑至经数千年 之后还要挤鼓痛 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自己说他犯了什么 他自己批评他当年犯了贪心和憎恨心 若果不运用修心程序修改这个行为程式及心事的错误地方 如果你没有能力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即使你没有智慧即是愚痴 所以你没有能力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人是很厉害和很有智慧才能做到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即使你愚痴即使你有一条根很差 就会多生多世重复有惨剧 令自己向下投生 成为恶性循环 每况愈下 所以就会向下投生的 还每况愈下 你说要不要快点改呢 所以修行的其中一个最大目标就是要扭转这种趋势 改为向上提升投生上三善道 天、人、阿修罗道 所以修行人修行的重点就是修心 否则贪嗔吃三毒就会让你修行失败 无论你修行什么大法 都是无法改善投生的趋势 所以知道自己错在何处 就是改变命运的关键 所以我时常都说给弟子听 不要说给我知道你有几厉害 升职赚钱有何其多 读书有几厉害 考试度几名 在上师心目中这不是厉害 真正的厉害是你自己知道错在何处 有能力提升决心改到自己错的地方 找到自己的根能够改到 这就真是厉害 这样连佛都赞他厉害 修行程序再看一次 第一接受现实 第二提问 向自己 向有关的人 向具智慧的人提问 为什么我会发生这种事 和解当时我的情绪这样的激动 这样鸟怒 我很想报仇 第三分析 洞察自己的感觉 意念同见解 分析一下 和解你会这样鸟怒 第四 寻根 找自己的根出来 是不是自己犯了戒 或是修心修得不好 所以这样差 而最差的未在何处 找出根源 找到根源之后 最重要是什么 第五 对质 最好用符合金刚精的方法 来对质方法 来医好他 每当自己有能力去欺压其他人的时候 不要觉得这个人欠我的 不要说给上师知道 我是有能力欺负他 因为他太差了 经常说谎骗我 我就踢他几下 因我有能力 可能他前世欠了我 但你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即使真的是他前世欠你 但如果你用错误的方法去处理事情 即使你用暴力 踢他几下 就会为自己肿下心的恶因 最受苦当然是你自己 所以你要清晰记住 害人就等于害自己 而且是几千万被恶的报应 因此一切的行为 都要用修心程序去见证 才可以行使某些行为 并非用自己的情绪 贪嗔痴 意气用事 报复 执着四乡 随心所欲等等的情况 去行使你的行为 你就会好像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一样 越踩越深 我们现在看怎样对质 首先第一 要知道自己犯戒 或是修心最差的关键位在哪处 第一 我不喜欢被人欺骗 压制 你们就要记着 每次被人欺骗或压制的时候 你就要觉得这是我往生所欠下的债项 事实上是的 你知不知道这位婆罗门利士 为什么要欺骗这位差地利利士 是因为前一世差地利取了他的性命 做大医生的时候医死他 所以现在他继续欺骗他 同时这个是他的性格 而他觉得他欠了他的命债 所以要继续欺骗他 但其实他杀了人 已欠一条命债 因为他医死人 现在只给别人重复欺骗几次 就可以偿还得到 是应该庆幸 所以就要进行我们的修心程序 第一步 接受现实 为什么不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 所以你现在就这样悲惨 你应该还有一个心态 今天能够有能力去清还是一种福报 我竟然还可以做到利士 来到做一场戏就可以清还给他 是因为我上一世杀了他 他现在要我欺骗所有人 我一答应 要我做这些欺骗的行为来偿还都答应 代表我将来有能力脱离轮回 如果我有能还报到就是有能力脱离轮回 因此要产生一种感恩的心 平等的心 知道清还债向是一种平等的往来 一定要偿还 是一种因果定律 如果你能做到这种决性 你每做一种行为想害人想报复的行为 你都想一想我现在教你的这个决性 你想通他的话 你就会做到金刚经所讲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等等相的执着和缠绕 你就一定拆解到这一点 我已经多次原谅他 又接受他的要求 但这个人仍然重犯欺骗罪来想欺骗我 你就会接受 为什么 给别人欺骗 就可以偿还一条命债 是值得 你就会觉得好 就给他欺骗一次 不是很严重 只是欺骗了一些金钱 在欺骗你一千万次 他一直欺骗你第四次 就算欺骗你一千万次 也难以抵偿一条命债 所以你的心要没有不分 只有感恩和平等 真是感恩 杀了他给他欺骗就可以抵偿 真是感恩和很平等 我永远都不会杀你 你应该是没有不分才对 你要做到当下平等的宽容心态 重复欺骗你及令你受屈辱的人是不可以被原谅 你觉得差地利种性整个阶级备受屈辱 这个都可以偿还命债的话 都是值得 你将来可以做一些好事 令到差地利种族的阶级将来可以回复光辉的荣誉 这些事情你是可以补救 无需要杀人 还是残杀 令到自己这样凄惨 记着不原谅别人 有些人是很愚痴 纯得很严重 他激怒我 我一定不原谅他 就等于对自己做出折磨 就好像现在的差地利一样 在地狱里折磨了几千年 所以不原谅别人 就等于折磨自己 记着你睡也睡不着 生气就生气到牙关不断摩擦 这样还不是折磨自己 所以记着要用决性来对质 第二 他很喜欢运用自己的能力去报复 你就要有第二种决心 记着要放下 不要想着要用自己的能力 甚至叫所有亲朋妻友 用他们的能力来报仇 你应该要放下 不住思想 不要对自己说要报仇 不要找其他人一起报仇 又不要显示众生像 叫鬼神或祷告帮我报仇 跟着又不要牵涉受者乡 找一个高仁义等有权力的人 帮我报仇 这些就是住四乡 放下不住四乡 不要找其他人一起去报复 不纠缠下去 不思念报复 我连想也不想 还乐便算 这样还乐真便宜 就算了 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最大提升 起码现在不用烦恼 还要想怎样报复才能成功 如果你不报复而放下 你的心事会宽容很多 对你自己未来的命运是最大提升 对自己的仇人或者憎恨的人手下留情 就是对自己的最大恩典 你一定要折断他的脊骨 和把他抛在地下而死 你对自己的敌人没有做到手下留情 亦对自己没有手下留情 你将来会很惨 几千岁会被人抛在地上 几千年被人折断几骨 这又何苦呢 所以对敌人手下留情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恩典 否则以往的一切偿还事项 及所做的事情 都会被削弱或者甚至消失 并且令事情更加恶化 这是因果定律的运行模式 了断的方式必须适用 还债还给别人 忏悔减轻他 令他重业轻爆 沟通和他沟通一下 可不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还给你 不用折断我的脊骨来 还给你可不可以 如果你做得到 你就可以做到无我乡 无人乡 无众生乡 无受者乡 千万不要想我能力所及 一定要报仇 报仇时候 还有狡猾心态 想着我不会给人抓到 这样是不好 最好是怎样呢 我就叫弟子做冤亲债主祈祷文 里面有很多观想 是齐请众业轻爆 应该是用现在我叫这个观想的方法 但不可以公开的原因是牵涉一些观想 所以一定是我的弟子才可以叫 记着任何报复 反击的理由都是住香 你是执着 所以才想报仇 报仇本身就是一种执着的有害纠缠 所以如果你做得到这种觉性 你生起到这种觉性而运用到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要做一个了断 要这个人消失 不会用尽一切能力令这个人消失 你就可以对质到 这些就叫决心生起对质 记着我现在所讲 放下 不住四乡 不纠缠下去 不思念抱负 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最大提升 请你记着 或者我的弟子不会记着 所以需要讲多两次 对自己的敌人或者憎恨的人手下留情 就是对自己的最大恩典 了断的方式必须是用还债 忏悔沟通的方式进行 第三 他喜欢用各种理由去纵容自己的行为及想法 他发怒的时候就骂父母 他不相信父母不养他 不理他 赶他们走 不爱他们 他知道父母宠爱自己 所以就骂得更厉害 你又可以怎样呢 这是子女们产生一种纵容自己行为和想法的一种非常不好的东西 如果你读过释迦牟尼佛的经 原来骂父母要给锤仔锤头锤很多次 会死得很惨 所以不要再为难父母 记住要决心升起 在三界之内 任何解决困难的方法都不可以是过度偏激 不平衡 损人利己 损人不利己 因果运行的法则 是根据众生的心事纠缠状态而运行 你越纠缠的身 因果法则运行就更加快和急速 所以你记着不平衡的纠缠 就会出现不平衡的极端报应 平衡的纠缠 就会出现平衡的报应 所以对双方的伤害都可以减至最低 如果你能够做到平衡就可以成功 因此解决困难的方法 必须在平衡的状态中寻求 在修行上最平衡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已经叫过 应无所助是我不会有任何执着 或贪嗔吃在内而生起的决心 什么决心 就是我现在教你的一二三四这几种决心 这几种决心你全部拥有就可以修到你的心 如果你做得到 你就可以做到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就会将认为欺骗是一种罪行的这种想法放弃 你就会觉得如果他欺骗我而能够令我侵害所有债项 也就算了不再计较 那么你就可以拆解到这一个问题 欺骗是一种恶业 但不能够成为杀人的理由 欺骗罪与杀人罪两者的果报不是相同 因此你用杀人来报复欺骗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 不对等的解决方法 就会形成一种极端的报复 所以后来提婆达多变成很极端来残害释迦牟尼佛和佛教团体 就是因为做的不平衡 应该用宽容 感恩自己有能力亲孩债项的心事及觉性 进行回应的行动和行为 任何的炷香 任何的炷香 我可以告诉给你知道 一秒两秒都等于失去平衡 你立即生起觉性平衡后 就会无视解除了炷香 所以要记着 如果你做得到 那么惩罚犯下欺骗罪的人 即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去惩罚他人的这种想法 也可以拆解 所以记着 拥有可以打人 杀人 任何暴力行为的能力 或者权力的有力环境及因素的人 人记着都不可以成为可以任意放纵运用的理由 假设你现在很有权力或者有任何武器在手 你都要记着不可以任意纵容 用任何理由纵容自己去运用这些权力 否则必定成为下垛投生地狱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不要将错误的行为合理化 这些就是觉性的对质 第四 他的性格不喜欢寻找自己的错处 我不喜欢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你要明白有觉性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有能力知道自己的错处就等于有决性 有决性又知道自己的错处就等于有得救 就等于有机会脱离轮回 因此经常要生起一种一见到自己有错就要寻根的欢喜心 一生起能够对质这种错误的心错误的行为 你就等于能够就产生一种觉悟 你就要有种感觉 我已经觉悟到 我竟然懂得对质它 所以要记着 不怕念起 不怕你的恶念升起 只怕你的觉性起得迟 不懂得来对质 因为如果我们有平等心的话 在因果定律下 我们怪罪别人就等于怪罪自己 因此你不再在意其他人错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怪罪别人就等于怪罪自己 就不如算了 你就不会紧张别人错的地方 一直追着 一定要报仇 反而你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有没有错 可不可以提升自己的行为 令自己处理的更好 你觉察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亦代表自己有得救 是喜讯 你做得到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就可以拆解到 你认为自己没有错的这种行为 即是决性的对质 我再提一提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以解释 有一种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说无法相 叫你不要执着一切万法 因为一切万法都是二元以上会妨碍进入一元状态的法界 即称为有违法 有违法即是二元以上的东西 我们都要无法相 要去除关于一切二元以上的东西 什么是无非法相 包括一些可以帮你进入一元状态的叫法 例如空性 非有非空都不要执着 因为这些方法叫无违法 如果你对无违法都不执着 这就是真正的一元状态 这才能真正误入空性 我们怎样套用在这个个案里面呢 无法相的意思是 你不会对所谓的真理欺骗人就是罪行 总之如果犯了欺骗罪的人 我要惩罚他就是理所当然 你不会对所谓的真理 例如欺骗人就是罪行 总之如果犯了欺骗罪的人 就要受到惩罚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等等想法 你不要想着这些是真理 这就叫无法相 你即是做到我们金刚经的口诀之一 应无所住 不住于相 即是你没有一个相撞牵着你 所以即是说 能够将惩罚这些犯下罪行的人 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种想法放下 如果你做得到 就等于你能够做到无法相 你就不要再执着住他 亦无非法相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说我真是厉害 竟然不执着 犯了欺骗罪的人 是理所当然被惩罚的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我都不执着 代表我真是厉害 但我也不执着于我很厉害的这种想法 也不因此赞赏自己 因为称赞自己也代表是一种执着 你对做到这件事都不执着 即是你能够将非法相也放下 你也没有执着 我很厉害这一种想法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些不执着 那么在这个个案里面 你就等于做到无非法相 金刚经有两个口诀 拆解任何困难和事情方法 都要记着两样东西 第一个口诀 应无所住 不住于相 我有本事拆解这件事 这个困难有多大我都可以拆解得到 但在拆解过程里面 我是应无所住 不住于相 没有任何东西令我执着 亦没有任何贪嗔痴牵连在这些步骤里面 第二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甚至可以在没有被任何执着粘着的状态之下 还生起一些决心 什么决心 就是之前教的几种 我们现在看 佛说 下了地狱受苦很可怜 你们记着要互生三口四一三 即时善 时善是一个基础 并不彻底 唯一的解决方法 最彻底就是用金刚经的口诀 应无所住 不住于相 即时不住于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还要做多两个 无法相亦无非法相 住相你很执着 就会有因果报应 还会伸延到你成佛后仍然要接受果报 所以千万不要住相 除非你进入一元状态的法界 才可避免 所以记着不要住相 怎样才可以做到第二个口诀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 如果你能够运用我之前所教你的觉性来拆解所有现在的错误想法和行为程式 好像我先前一步步教你们拆解 而在拆解的过程里面 你没有任何执着 贪嗔痴在内 完全是清醒 很清明 是运用现在我叫你们的觉性来对质 这样就生到觉性出来 就叫做应无所住没有任何执着 而生其心而生到觉性来解决难题问题 这样就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佛就对舍利福说 当时因为贪念及憎恨而下了地狱几千年 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内心的愤怒贪念和报仇之心 我喜欢要报仇和发怒都不可以 千万不要轻视这种心不要有 报仇代表永无休止的纠缠 也代表必须继续轮回 所以报仇就等于住相 你想要报仇就等于你已经执着了 你已经住相了 你将来有难了 住相即继续纠缠和继续轮回 你还不是有难 所以你们要记着修心程序 接受、提问、分析、寻根和对质 当有了有初步轮廓结论之后 你就要用正确的修行方法逐一拆解 好像我教你这样 目标是要做到没有任何执着 是应无所住、不住于乡 而不生起任何的贪嗔吃度慢移 这样才叫应无所住、不住于乡 若果不修心、不拆解 后果很严重 你们要记着 我们要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要用决性产生及实践正确的修行方法 和解决困难的方法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寻根和对质 记着不要气馁 就算下地狱之后 如果能够懂得忏悔 仍然有成佛的机会 虽然我这样说 但我的弟子仍然没有忏悔堕胎这件事 没有写性来忏悔 这是非常之不好 如何利用修心才能够与金刚经的教法吻合 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和脱离轮回呢 我们需要拥有什么的决心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第一 每次被人欺骗或压制的时候 就要觉得这是我以往生所欠下的债项 今天能够有能力去青孩 是一种福报 代表将来我更有能力脱离轮回 因而产生一种感恩的心 平等心 知道青孩债项是一种平等的往来是因果定律 没有部分只有感恩及海报 平等及因果 第二 放下 不住四乡 不纠缠下去 不思念抱负 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最大提升 对自己的仇人或者憎恨的人手下留情 就是对自己的最大恩典 不报是最好 你报的时候 在工作上始终会有些对立 请你在工作的时候手下留情 否则以往的一切偿还事项及效力 都会被减弱或者甚至消失 并且令事情更加恶化 这是因果定律的运行模式 了断的方式必须是用还债 忏悔 沟通的方式进行 如果你做得到 即是你运行到金刚经的口诀 第一个应无所住 不住于相 即是说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全部做到就可以脱离轮回 如果你再多做两个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你就可以成佛 第三 在三界之内 任何解决困难的方法都不可以是过度偏激 不平衡 损人利己 损人不利己 因果运行的法则 是根据众生的心事纠缠状态而运行 不平衡的纠缠 就会出现不平衡的极端报应 平衡的纠缠 就会出现平衡的报应 对双方的伤害都可以减至最低 因此解决困难的方法 必须在平衡的状态中寻求 在修行上最平衡的状态就是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任何的住相 就等于失去平衡 金刚经的口诀 第二 你不执着拥有这些决心 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就平衡 这些就叫做平衡 第四 要明白有决心 就等于有能力 知道自己的错处 就等于有得就义 等于有机会脱离轮回 因此经常生起一种一见到自己有错 就要寻根的欢喜 心意生起能够对质这种错误的心 就产生一种觉悟的感觉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有觉悟就是好 也因为有平等心在因果定律下 怪罪别人等于怪罪自己 因此不再在意其他人错在什么地方 只察觉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因为代表自己有得救 别人是否得救 不是你能力范围之内 你首先要救自己 所以金刚经的口诀第一 是应无所住 不住于乡 如果你能够做到第四个觉性 你就可以做到第一个口诀 你亦可以做到第二个口诀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们将会举行一个全球网上的归一仪式 身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信众 善信们都可以申请参加 但是归一仪式的日期 便要等待面试者合格后才会获得通知 请求归一的方法 如下请到敦诸佛学会网页里 在网页首页的左边一栏内 便可以看到入会归一 请按一下 它便可看到资料和下载归一 及入会表格 或者你们亦可以用电邮、电话向本会查询 和索取申请入会的归一表格 填妥资料后 请记得连同一个你个人的 最美列店、电邮、邮寄交回本会便可 你们会看见网页里已经上载了七套YouTube上的影片 是你们必定要观看的影片 你们便可以看见有粤语和国语的频道 按一下相关的连结便可以飞快的立即连结到你们想观看的影片了 你们看闭后 我们会简单地与你们个别在网上进行面试 很容易合格的 面试过程不会过于严格 其实主要是想关心你们是否有看完这七套影片 合格之后 我们便会通知你们 归一之后 上师会透过网上教授修行及佛法 亦会定期举办一些集训 将一些实修的方法教授给你们 但当然要等待疫情退却之后才可以举办 我们亦会接受弟子们以电邮向上师请问 但上师会留待于公开法会中开始回复 因为上师实在太忙碌了 未必有空来回答你们的每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你们多些向别人推荐 推介敦诸佛学会的YouTube频道 我们的YouTube网页已经有36万以上的订阅人次 但是 最近的订阅人数增长得很慢 所以你们最好能够帮忙推介敦诸佛学会的YouTube频道 让更多人士可以观看及订阅 你们可以按一下这个订阅按钮 旁边有一个小钟的图案 请记得按一下它 便会出现三种选项 请你们按全部这选项即可 日后我们上载到YouTube频道的任何影片 你们便会立刻收到通知的 你们便知道原来有新的影片上载了 你们按这小钟即订阅 可以协助和更快速的传播佛法 便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士 当然是越快越好 因为人的寿命是很短暂的 越快学懂这些佛法的知识 当然是越好的 尤其是学习佛法的知识 确实是需要时间的静音和掌养的 目前敦诸佛学会是全球以华语为主佛法讲解中订阅 集点几率最高的YouTube频道 即是以华语为主的订阅集点几率都是全球最高的 所以记得同时都要按一按小钟即订阅 还要按来即喜欢 如果你们多些按喜欢这些影片的话 这些影片便会多些被传阅出来 那么便可以广传给更多人士观看得到 请留意 虽然敦诸佛学会的YouTube频道是以华语为主 但其实在YouTube频道中是粤语 国语及英语的影片都有的 但上载的英语影片相对上会比较少一些 在这处有一个按钮名播放清单 按一下它 你们会看见包含了的慈悲心与菩提心系列的全部影片 进入这网页后 你们会见到一个箭矩 请按动一下它 你们会找到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观修方法 的系列 粤语和国语系列都有 请按一下它 你们会看见在右边的这一条灰色的小柱 你们只要把它向上拉或向下拉 你们便会看见已包含了所有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观修方法系列的影片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们已上载了多少套影片的话 可到我们敦诸佛学会这网页中搜寻 请向下滚动一下 你们便可以看见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粤语 另一个是国语可供选择 我们将所有放于YouTube网页上的影片 设计了YouTube影片 建议观看顺序列表的清单 只要你们选择粤语或国语的影片后 请按一下它 便可以看到清单内 已详细列出每套影片的上载日期 属于什么程度和层次 影片名称 片长时间及相关连结 只要你们喜欢看那一套的影片 按一下相关的连结便可以飞快的立即连结到你们想观看的影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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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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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